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 我们来看看中国科技巨头腾讯的最新财报 季度利润反弹至67亿美元 这一成就主要得益于中国游戏部门的恢复增长和流媒体订阅用户的增加 腾讯的收入同比增长了8% 达到225亿美元 而净利润更是猛增了82% 其游戏业务在国内外均有所改善 特别是地下城与勇士手游和荒野乱斗的强劲表现 流媒体方面 腾讯视频的订阅用户同比增长了13% 此外 腾讯的在线广告收入增长了19% 达到42.3亿美元 腾讯管理层表示 未来将继续投资于平台和技术 包括人工智能 以创造新的商业价值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节目标题 腾讯季度利润跳涨 游戏与流媒体业务助力反弹 主持人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科技巨头 腾讯控股在最新季度的财报表现 分析其利润跳涨背后的关键因素 以及公司在游戏 流媒体和广告领域的卓越表现 主持人 首先 让我们了解一下这则新闻的来源 我们的内容综合了来自Yahoo!US南华早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和CNBC的相关报道 三大权威媒体的报道共同点在于 他们都强调了腾讯在本季度的利润大幅增长 以及其游戏和广告业务的显著恢复和发展 主持人 在2024年第二季度 腾讯的盈利能力显著反弹 净利润猛增了82% 达到了476亿元人民币 约合67亿美元 这一令人瞩目的增长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展示了腾讯作为社交媒体 流媒体和游戏集团的强大市场竞争力 收入方面 腾讯也实现了8%的增长 达到1610亿元人民币 约合225亿美元 主持人 腾讯视频的流媒体订阅用户数量 同比增长了13% 达到了1.17亿 管理层表示 这一增长部分归功于集团内部的协同效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庆余年二》和《审理传奇》这两部电视剧 在2024年上半年成为中国在线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作品 这两部剧集均改编自腾讯旗下子公司中国文学的网络小说IP 并由腾讯的新经典传媒制作 主持人 腾讯的游戏部门表现尤为亮眼 在国际市场上 游戏收入增长了9% 达到19.4亿美元 特别是PUBG Mobile和Supercell的游戏表现强劲 《荒野乱斗》达到了历史最高的季度 日均活跃用户DAU数据 并在全球移动游戏中排名第三 同时 其毛收入增长了10倍以上 这与频繁的内容更新和社交功能密不可分 主持人 在国内市场 腾讯的游戏业务也恢复了增长 收入同比增长了9% 达到48.4亿美元 尤其是无畏契约和地下城与勇士手游的成功推出 重新激活了数百万IP粉丝 并展示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 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在第二季度的毛收入也恢复增长 活影人者手游 在5月份达到了1000万月活跃用户的心理成碑 主持人 不仅如此 腾讯的视频广告收入在第二季度同比增长了19% 达到299亿元人民币约和41.8亿美元 尽管移动广告收入有所下降 但微信视频广告收入的增加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此外 腾讯的社交网络收入基本保持稳定 为303亿元人民币约和42.3亿美元 主持人 在人工智能和技术投资方面 腾讯也在不断推动创新 公司一直在推动企业云基础设施和自主开发的 会员大语言模型LLM的应用 上个月 腾讯升级了其高性能计算网络 以提高网络通信和LLM训练的效率 并在其云平台上添加了Meta Platforms的新Lama 3.1模型 主持人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的人工智能行业正面临一场激烈的价格战 腾讯 百度和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 以及一批新的初创公司如智朴AI 都在激烈竞争中提供折扣和促销策略 主持人 在股市表现方面 腾讯的股价在财报发布前略有下跌 但今年以来已经反弹了超过26% 投资者对腾讯在微信应用上 实现视频货币化的能力感到兴奋 这也是推动股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 主持人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对腾讯的财报进行分析 首先 从公司的整体战略来看 腾讯在平台和内容上的持续投资 以及在游戏领域的强劲表现 证明了其战略的成功 特别是在国内市场 腾讯通过不断推出新的热门游戏 成功地保持了用户的高参与度和留存率 主持人 其次 从流媒体业务的角度来看 腾讯视频通过内部协同效应和高质量内容的推出 成功吸引了大量订阅用户 特别是《庆余年2》和《审理传奇》的成功 展示了腾讯在IP运营和内容制作上的独特优势 主持人 再次 从广告业务的角度来看 腾讯在微信视频广告上的收入增长 证明了其在社交媒体和广告领域的强大变现能力 尽管移动广告收入有所下降 但整体广告收入的增长 显示了市场对腾讯广告平台的认可 主持人 最后 从技术和创新的角度来看 腾讯在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上的投入 显示了其在前沿科技领域的雄心和竞争力 虽然行业竞争激烈 但腾讯通过不断提升技术能力 保持了在市场中的领先地位 主持人 总的来说 腾讯在第二季度的卓越表现 不仅反映了其在游戏 流媒体和广告业务上的成功 也展示了其在技术 创新和市场战略上的敏锐度和执行力 未来 随着更多新游戏的推出 和技术的不断进步 腾讯有望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主持人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希望通过我们的分析 您对腾讯的最新财报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腾讯的业绩反弹令人振奋 他们不仅成功恢复了国内游戏业务 还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显著增长 看看他们的地下城与勇士手游 一发布就赚了2.7亿美元 这简直是打怪升级的速度啊 腾讯不仅是游戏界的王者 还在流媒体和广告方面表现出色 你能想象这些数据吗 简直像是猴警之乱中的突然反转 全靠腾讯的战略眼光和执行力 楚天书 你确定不是在吹牛 腾讯的成功不过是个泡沫 迟早要破裂 你说他们恢复了国内游戏业务增长 但别忘了 这可是经历了中国政府严格的游戏审查和监管 这些增长不过是昙花一现 跟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的短暂昌盛一样 还有 你提到的广告收入增加 实际上只是因为他们的客户削减了其他支出 根本不是长久之计 谢琪琪 你这简直是启人忧天 游戏业务增长稳健 且腾讯在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方面的投资 也在持续发力 你看荒野乱斗的日军活跃用户达到了历史最高 毛收入增长了十倍 这可不是个小成就 就像楚汉争霸中的韩信 每一步都算得精准 最终赢得天下 腾讯的战略布局和技术创新 绝对能撑起这个所谓的泡沫 楚天说 你把腾讯吹得这么高 我都快以为他能帮秦始皇修长生不老药了 但别忘了 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的竞争异常激烈 腾讯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国内的百度和阿里巴巴 还有国际上的Google和Amazon 价格战会使利润持续缩水 你难道没看到他们的腾讯音乐业务 已经连续四个季度收入下降了吗 这跟楚汉争霸中的项羽一样 表面强大 但内力渐渐被消耗殆尽 谢琪琪 你的比喻真是有点离谱 腾讯的成功不仅仅靠运气 而是靠扎实的技术和创新 就拿微信视频广告收入的增长来说 这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将13亿用户转化为商业价值 这可是其他平台难以企及的 你说的竞争虽然存在 但腾讯已经在高性能计算和新模型应用上有了显著进展 他们的未来绝对不只是昙花一现 而是像刘邦一样 稳步建立自己的王朝 楚天书 你的比喻也不见得多高明 微信视频广告的增长能持续多久 消费者口味多变 市场顺息万变 正如项羽的霸业一样 不可久长 再说腾讯的技术创新 别忘了 中国的科技巨头们正陷入一场激烈的价格战 这只会削弱他们的利润 腾讯的未来是个未知数 就像项羽和刘邦的胜负未定一样 任何吹嘘都太过自信了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